今天鴻海跟廣達同步創高 但是不要高興的太早 如果見到這個價位 可能就會引發台股崩盤的疑慮 我是外希 是因為我幫你賺到漲平 我是股市奎公子 鍾坤真 好帥好帥喔 好帥喔 各位投資朋友好 我是飛機師鍾坤真 今天是10月22號星期二 台股市小跌了7點 那成交量是小幅放大到了3726億 那當然說今天整個盤面上的焦點 鴻海跟廣達嘛 鴻海大漲 廣達也大漲 那這兩檔到底會漲到什麼價位 等一下會來告訴大家 那我就說現階段的整個盤面的氛圍 大家會有一種 好像什麼風雨雨來的感覺 有沒有 包含說國際地緣政治的風險 地緣風險加上政治風險 覺得說 好像在11月會有什麼樣的風險 但是我告訴大家 其實你要去看台股 它到底有沒有過熱 因為大家都知道 如果股票市場過熱 它一定會有修正的風險 這個大家都懂 好 那我們怎麼去看股票市場有沒有過熱 其實有一個很簡單的標準 就是去看股價到底反應到什麼樣的程度 所以今天我會告訴大家 台積電 鴻海 跟廣達 如果你見到這個價位 其中一檔 其中一檔見到這樣子的價位 你就要留意台股它有過熱的風險 那為什麼沒有聯發科 等一下再一起來講 我們看一下今天的台股 今天台股是開低走高 那小幅度的下跌了7點 其實說今天整體的盤面變化是並不大 因為台積電 今天是跌了10塊錢 那鴻海今天創高 廣達也創高 所以基本上就是廣達跟鴻海 抵銷了台積電的跌電 所以今天整體來講 你會覺得說比較清淡一點點 這非常合理 重點 你看今天台股 開低下來之後 一路走高 尾盤還拉尾盤 重點是今天台股的開低走高 我們在早上8點半 全台灣唯一中式直播解盤 我就告訴大家了 不誇張 每天早上8點半是live的 我如果說錯話是沒有反悔的餘地 馬上就可以大家驗證 來看一下我今天早上說什麼 你看10月22號大盤當日關鍵價 而且這是盲測 什麼叫做盲測 早上8點38分40秒live 連期貨都還沒開 我就告訴大家今天台股你要怎麼做 今天期貨你要怎麼當充 來看一下 如果有來到了23300以下 可以做多 如果有來到了23650以上 可以去放空 今天 來我們看一下23300 看一下今天的走勢圖 我們切成5分鐘先來看 來23300 就在今天早上的幾乎是最低點 有沒有 今天最低是來到了23269 當你見到23269 見到23300以下 你下去做多 一路往上拉 今天最高收盤是收在了23535 最高你可以賺到200點 是吧 所以你看 你光是看這樣盤前半小時的分析 而且是盲測 今天最高你可以賺200點 一口大坦你至少賺到4萬塊 所以這就是我跟大家強調的 就是說 當你了解整個國際股市 那當你知道說現在市場的邏輯 現在市場到底在想什麼 我們可以精準到什麼程度 我們可以精準到台股還沒開盤 就告訴你說今天會怎麼走 什麼點位可以去買 什麼點位可以去賣 恭喜大家都賺錢 所以如果說有興趣 希望當中有興趣的話 可以鎖定我們每天早上8點半的直播解盤 都會每天都會幫大家更新一個新的價位 好那我們再繼續來看 好那現階段台股 我覺得說目前是沒有什麼太大的風險 昨天有告訴大家 我覺得說 台股在整個第四季至少 可以見到24600點 我覺得問題不大 但是現在重點來了 假設說市場情緒真的已經過 就是說現階段台股 說真的沒有什麼風險 那你如果說真的要有什麼風險的話 一定就是市場過熱了 只要市場過熱 它就會引發 可能多沙多的賣壓 可能說逢高調節的賣壓 獲利賣壓等等的 好 那我告訴大家 大家要在 進入正題之前 大家先有一個觀念 正常的股票市場 它會去反映未來一年的獲利 反映未來一年的獲利 都算可以接受的範圍 不論說華爾街 還是說台股的內資法人 去反映一間公司 在未來一年的預估獲利 這都叫做合理的範圍 所以等於是說 我們這樣說 只要這一間公司 它已經反映超過未來一年的預估獲利 代表說市場有點過熱了 好 那我們來看 所以我覺得說 你可以直接去看這張表格 來有沒有 這張非常精準 我就告訴大家 這些價位 你要怎麼看它最基本的價格 就是必到的價格 只要是多頭行情 它一定會到的價格 你就去把2024年的獲利 乘上20倍 20倍本益比 為什麼是20倍 因為很簡單 台股常態例子 就是20倍本益比 所以用20倍是最合理的 有沒有 來你看 台積電 過了 因為台積電訂單能限度高 它也不容易被砍單 所以台積電它的基期 會從2025開始算 等於是說 台積電反映2025 等於其他股票去反映2024 這個邏輯大家知道 所以你看台積電有沒有 過1000了 鴻海 即將到240 快要了 聯發科過1200 廣達真的已經過了300元 好 重點來了 你看 假設台積電 它開始去反映2022 因為我覺得說 台積電反映2025的獲利 明年一年算是合理 因為它訂單能限度高 如果台積電已經開始去反映2026的獲利了 我就覺得這個 風險有一點大 熱度有一點高 台積電在2026預估大概是可以賺到60塊 60塊錢左右 60塊錢乘上20倍的本益比 大概就是1200 1200元 所以我這麼說 如果台積電 它超過1200元 台股就會有崩盤的疑 也不是說崩盤 就是拉回幅度比較大的疑慮 所以如果台積電見到1200 我可能會先逢高出青 多數的持股 先獲利一趟 那再來我們來看鴻海 假設鴻海 它反映到了2025 2025 如果見到2025的預估獲利 2025目前預估是15塊 15塊乘上20倍的本益比多少 300 就是300 所以我覺得說如果說以鴻海來講 鴻海到240 機會非常非常大 非常有機會 但是如果說從2004 一路漲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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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整個第一世紀 真的見到了300塊 那我跟你講 台股真的會有大幅拉回的疑慮 不是說有什麼大風險 或是說產業出狀況 而是說市場就是有一點反應過頭了 就是這樣 那再來我們先看廣達 如果廣達見到 360 因為說廣達在2025預估是賺18 那18塊我們一樣給20倍本益比 20倍本益比這樣乘起來是多少 360 所以我覺得說今天廣達 繼續在創高最高來到322 那如果說在整個第四季 廣達真的見到了 甚至說10月份11月份 見到了360元這樣子的價位 你就要小心了 代表說市場有一點點在反應過頭了 所以我們總結一下 我們要怎麼去看說 台股它會出現崩盤疑慮 有大幅度這種獲利出清賣壓的疑慮 只要符合其中一項條件 就要特別小心 第一 台積電見到1200 第二 鴻海見到300 第三 廣達見到360 只要符合其中一項 不用三項都符合 只要其中一檔全職股 有過熱的疑慮 台股就可能會出現賣壓 所以這些數字大家可以記下來 好 我知道你要問什麼 怎麼沒有聯發科 其實說這個邏輯是這樣 因為聯發科它是算IC設計 那IC設計的本益比 本身就比較高 因為廣達跟鴻海是ODM ODM本益比本身就比較低 那台積電跟大盤 所以可以20倍合力 但是因為說聯發科它是IC設計 所以它的 合理本益比本來就比較高 所以我覺得說聯發科可以先去把它忽略掉 不用看 所以總結來講 很多人說這個現階段的台股有沒有什麼風險 我真的能夠這樣一直操作下去 一直賺到今年的第四季嗎 有沒有什麼 風險指標 我跟你講 最好的風險指標就是全值股 就是剛剛講的三大價位 只要這三大價位沒有見到 我跟你講 我們就是輕鬆去賺 在整個第四季行情裡面 持續去賺 持續針對個股輪動 一檔接著一檔賺 只要在見到這三大價位以前 我們就是盡量去賺 盡情去賺 那市場不太會有過熱的疑慮出現 好 所以我們再繼續這樣來看 所以你看我就跟大家說 既然都知道 就是說 大盤看懂了 台股的大方向 你只要看懂大方向 了解國際股市 掌握國際的市場的邏輯 你就會看懂台股 看懂台股大方向 你就先贏一半 勝率至少就六成了 加上個股的價值的掌握 勝率至少八成跑不掉 所以你看今天的鴻海有沒有 今天我給會員的訊息 202410月22號 星期二今天 12點04分39秒2317的鴻海 繼續創下波段新高 持股最高獲利已經達到了30% 是不是 這是鴻海 鴻海 超大的全持股獲利已經30%了 所以這就是我一直跟大家強調的觀念 就是說很多人有這個迷思 覺得說我做股票 我一定要去挑大家都不認識什麼索馬股 蓋牌股 什麼雜七雜八的股票 越少見到越少聽到的越能夠賺錢 但是你看鴻海 我們也不過就是兩個月 兩個月賺30% 你去看有什麼投資商品 可以達到這樣子的報酬率 100萬你就賺個30萬 1000萬你就賺個300萬 而且它是鴻海 鴻海代表什麼 代表你可以閉著眼睛去重壓 完全不用擔心的股票 是吧 這就是我講的就是說 其實獲利機會很多 那就是看你怎麼去挑選而已 所以鴻海恭喜大家 如果說你在從8月股災以來 都有看我們的節目 我相信鴻海你一定也賺得到 因為我一直強調 鴻海300元 鴻海過200是基本的 一定會過200 沒有什麼問題 所以全持股簡單看一下 台積電我的看法不變 到今年第四季季底 我覺得有機會見到1200 但是現在不是一個好的買店 可以續報 但是現在要買 我覺得不是好買店 245社聯發科 只要發現到2025年的獲利 上開1400沒有問題 那過了1400 我覺得有持股 我可以先獲利一趟 代表說 它 風險稍微比較大了 那2317的鴻海 我的看法也是一樣 我就說 在今年第四季 就是慢慢推慢慢推 至少可以見到240 這個機會很大 那以廣達來講 廣達 我覺得廣達目前是有一點點 過度去做反應了 但是因為說 廣達跟鴻海都是ODM 所以他們會有比價的關係 所以我覺得說 廣達在漲 比較偏向是 被鴻海漲上去 比價關係所帶出來 所以如果說以廣達來講 如果說 慢慢的反應到2025 的獲利 預估獲利的話 上看第四季 不是短線 第四季上看300是有機會 那我看法也是一樣 有持股可以續爆 但是如果說沒持股的話 我覺得說現在也不是一個好的買點 這是四大全值股 好那重點來了 全值股也不是大家都會買 很多說 我就是喜歡賺中小型股 做一些小型股 但是就像我講的 第四季的輪動行情 你想去賺小型股 想去賺中小型股 其實很簡單 我覺得說 在整個第四季 選股 反而不會是你獲利的關鍵 應該是 應該是這麼說 選股很重要 但是他不是決定 你能不能在第四季大賺的關鍵 因為你看 來你看選股 8064的冬節 我都公開告訴大家了 但是有多少人真的有賺到 3481的群創 我也公開告訴大家 但是有多少人真的有賺到 甚至包含像是6451的訊息 訊息你說強不強 很強 但是昨天買你今天是限倍套 沒有錯 所以我覺得在整個第四季 說要大賺獲利的關鍵 可能會放在 類股的輪動上面 那我就說 來你看 整個第四季的類股輪動 他大概會漲這個樣子 台積電漲 中小型股就會休息 好 重點 台積電休息 中小型股會開始漲 會開始上漲 但是因為說 現在成交量有限 就3000億4000億 所以中小型股漲 他也不會說百花起放 可能說 台積電休息 中小型股漲 但是漲A族群 來你看今天 今天台積電真的休息了 下跌10塊錢 下跌了將近1% 真的休息了 輪到其他的股票漲 什麼股票 輪到其他的全值股在漲 鴻海 廣達 ABF 跟 景碩 輪到ABF在漲 但是你再回想一下 台積電在昨天也是休息 沒有錯 但是昨天漲什麼 昨天漲FOPLP 有沒有 昨天漲FOPLP 新科 有威科 或是說1802的台坡 是漲這一群 那台積電今天也休息 但是馬上又輪到別的族群 族群過去 所以這就是我一直跟大家強調的 整個第四季的行情其實 非常的好 但是你要抓到他的這個 這個節奏 輪動的節奏 如果你抓不到輪動的節奏 就會有一種 這怎麼講 你就會有這種感覺 行情明明很好 股票明明就百花齊放 老實講的股票每一檔都在漲 但是為什麼我就賺不到 看得到吃不到 我知道它會漲 但是為什麼我就賺不到 有一種 隔靴燒癢的感覺 我知道我那裡很癢 但是我就是抓不到 是不是 我知道新科會漲 我知道冬姐也會漲 講很久了 但是為什麼就賺不到 其實就是這樣 就是一個輪動的模式 所以我就說在這個時間 你就掌握這個邏輯 台積電漲 就買小型股 小型股在漲 你想去賺台積電 你就去買台積電 好就台積電漲小型股休息 那台積電漲中小型股休息 那台積電休息 所以新的一輪又會變成中小型股漲 但是去漲B族群 它就會呈現這樣子輪迴的關係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說 近期我收到非常多的訊息 都這樣跟我講 老師我最近買什麼套什麼 看到A漲上去 我去買A 明天就漲B 我去買B 明天就漲台積電 我買台積電 明天又漲回到A族群 永遠追不到 所以我才跟大家說 你要破解這樣子的盤勢 其實很簡單 永遠領先市場一步 就領先市場 這麼一小步就好 領先一步 人說領先一步很簡單 用講的很簡單 提前布局誰不會講 減肥少吃多運動 誰不會講 是吧 但是具體的做法 我就跟大家說 同產業裡面 看A買B 或是看上游買下游 國際重大事件 提前去卡位 就這三大原則 我跟你講 掌握這三大原則 你再把類股 輪動的這張圖 去把它記下來 第四季賺不完 真的賺不完 來我們這樣看 而且這個東西 是可以交叉應用的 是可以互相交叉去做應用 我們就這樣講 上禮拜台積電的法說會 法說會召開了 法說會大家也都知道 台積電法說會 會釋放出利多訊息 猜測財報都會不錯 大家都知道 所以我們就提前去佈局了 台積電 是不是 這個就叫做國際重大事件 不是說什麼 買一年 買半年 買一季 買一個月 都不是 都不用 不用等那麼久 台積電 我們就是買在這一天 上週四 就上週四 買完隔一天 跳空上去漲6% 你要長線持有 你要短線操作 都可以隨便賣都賺錢的 我們買這麼低 1030的成本 隨便賣今天賣 今天賣最低點 都還是賺的 這就是國際重大事件 好 那我就跟大家講 就是說 你了解產業 回到實戰操作上 我們真的能夠領先布局 說台積電 我當時有跟大家說 台積電如果在法說會上面釋放出 COAS跟先進封裝利多 那最大的受惠者會是 FOPLP 很簡單 這個邏輯我跟大家講 假設台積電說 COAS 因為說他這個邏輯關係是這樣 先進封裝裡面有包含COAS 跟最新的技術 FOPLP 面板集散租型封裝 那假設台積電說 我們現在 COAS產的滿載 沒有辦法完全滿足客戶的需求 那你再去買COAS 你覺得會漲嗎 有限 你反而是要去買他的替代技術 FOPLP 所以當時我就講了 只要法說會有提到這句話 群創就會漲 有沒有 上週五將漲上來了 所以我跟你說 群創跟台積電 我們都是透過領先市場一步 第三大原則 國際重大事件提前下去買 群創也都是賺錢的 一直到今天我們全部都是賺錢的 好那你看 可以這樣交互去做應用 來你看 同產業裡面 看A買B 我們用國際重大事件 這個原則 買到台積電 買到群創 沒有買到台積電 不想買群創 沒關係 同產業裡面 看A買B 就是看A買B 好那你看 群創漲上去之後 跟群創同產業 跟他的合作關係是誰 冬節 就是冬節 你說上週五 群創漲了 你再去買 本週一會不會賺 今天你有沒有賺 都是賺錢的 是不是 所以你看我在上禮拜就跟大家講了 公開的 免費的 在我的LINE裡面 小老鼠W178 你加入在盤中就會收到這些訊息 10月17號上週四 台積電法售為潛艇太漂亮了 所以我買進了面板散出型封裝 FOP LP 那如果說你 長期看 這是 長期看我們的節目你也知道吧 新科冬節有微科 從7月份就一路推薦到現在 所以我當然就是帶我的會員 去買這三檔裡面的其中幾檔 所以你看有沒有 昨天 2024年10月21號星期一 11點46分48秒我給會員訊息 8064的冬節上週提前布局 今天大漲進漲停 持股續爆即可 來8064的冬節 夠強勢吧 今天小型股 普遍表現都沒有到很好 冬節今天在創高 持股獲利大概最高快15%了 今天在創高68.7 這就是提前布局啊 是不是 群創漲上來之後 群創合作夥伴 我就去買冬節 那如果你去 在當天你買有微科 你買新科 一直到今天 都還是賺錢的 就這麼簡單 都還是賺錢的 那再來你看喔 這個東西其實很有趣 你可以去把它 融會貫通交互應用 只要說你理解這個邏輯 第四季我還是要跟大家說 賺不完啦 真的賺不完 來你看 我們透過國際重大事件 買到群創 買到台積電 透過同產業看A買B 買到 冬節新科有微科 好 那我就跟大家說了 產業的價值在於說 我們可以提前知道資金會去哪裡 提前買到漲停板 群創 它有兩大產品線 兩大題材畫面給我 群創兩大題材 群創它在漲的 第一叫做面板 沒錯嘛 面板 那第二叫做FOPLP 因為面板產業第四季它就是谷底 明年會開始從谷底復甦 這我一直在強調 所以當你看到群創漲 你可以有兩條路去選擇 一你去買面板 二你去買FOPLP 就這麼簡單 好那我先假設你比較喜歡面板 群創漲上去之後 看A買B 我不想買群創 能不能買友達 也可以啊 今天友達也是大漲啊 是不是 今天友達一樣是大漲 買在上週五 買在昨天 今天你都是賺錢的 我就不喜歡面板 我覺得面板很牛 沒關係啊 我就說嘛 如果說 你看好面板這一群 面板的驅動IC 我們就可以應用第二個原則 看上游買下游 面板驅動IC 它比較偏向是面板的上游啦 上游零組件 所以你看哦 面板漲了 我們去買它上游的 面板驅動IC 天域 有沒有漲 上週五買 今天有沒有賺 都是賺錢的 3592的瑞頂 是不是驅動IC 今天有沒有漲 今天創高啦 今天也是創的波段新高 細創 昨天也是創高 是吧 敦泰 今天也是小幅度的創高 如果說我們把這個定位 都定在上禮拜五 群創大漲當天 上禮拜五買今天有沒有賺 今天都是賺錢的 所以你看 我們光是應用這三個特點 國際重大事件 賺到群創賺到台積電 同產業看A買B 你看群創可以賺到 新科冬姐有威科 看上游買下游 你可以透過群創賺到 敦泰天域連勇系創 就這麼簡單 甚至說 我如果說 我們再這樣回到原始 回到最一開始的出發點 群創漲上去了 你有兩條路可以選 面板 FOPLP 你不喜歡面板 好了 我們就走第二條 FOPLP 新科冬姐有威科 你又慢了一步 你又沒買到了 怎麼辦 我就說 FOPLP 跟COAS 最大的差別在於說 COAS的基底是PCB 那 FOPLP的基底 它是用玻璃基板 那你就要去想 玻璃基板它會有什麼問題 玻璃基板的上游就叫做玻璃 那玻璃它需要切割 切割需要比較精密的切割技術 所以你看 你沒有買到新科冬姐有威科 我們一樣可以透過這個 看FOPLP的上游買下游 看下游買上游 昨天講的 上游的玻璃台波漲上去了 玻璃切割技術的8027的泰森 今天繼續漲 漲3% 不誇張吧 這個昨天都講過 說看群創 切到FOPLP這條線 你可以再聯想到玻璃切割 泰森今天也漲 凱底走高 沒錯嘛 所以我跟大家說這個東西很有趣啦 就是說 只要加以應用 在整個第四季你就不會有這種感覺 就是說 看得到卻吃不到 一大堆漲停板 一大堆股票在飆 但是我 怎麼買就怎麼好像就是說 沒有辦法賺到這些個股 不是你不知道這些飆股 而是你的方法用錯了 所以 把握這樣的機會 我就說在整個行情 只要熱度還沒有過高以前 我們就透過這三大原則 盡情的去賺 盡量的去賺 直到見到說台積電1200 鴻海300 廣達360 見到這三個價位 我們可能就 把持股出新一趟 等到有拉回 我們再來去做低接 這不是很好嗎 所以把握機會 如果說覺得在這樣子的行情 怎麼賺都賺不順 歡迎打電話進來 或私訊我們的Lite 小老鼠W178 休息一下 聯準會隨時會表態 超跌好股票 現在就要買 加入Lite 小老鼠W178 Wi178 跟著股市櫃公子 一起掌握 超跌好股票 所以說 其實做股票就是這樣嘛 就是說你要 一層一層下來 大方向的風險在哪裡 那一直回到全子股 全子股看懂了 回到總小型股 稍微掌握一點產業 稍微掌握一點個股價值 賺錢不就是這樣嗎 是不是 所以還是要跟大家說 就是說 我們上節目上 講的都是一個大方向大邏輯 那如果說你要知道說 這個族群裡面 哪一檔股票我最看好 因為畢竟每個族群 股票都很多嘛 哪一檔最看好 那這一檔什麼時間要進場 什麼時間要去做賣出 這就是會員權益 所以你加入會員 我就會直接跟你說 今天買什麼 什麼價位可以買 完整的代進代出 有興趣的可以直接詢問 來我們繼續來看 所以整體來講 大盤的大方向的風險 你就去看三大全之谷 台積電鴻海廣達 有沒有過熱的跡象 只要沒有出現過熱的跡象 其他都是多餘的啦 其他都是小打小鬧而已 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所以我們這樣 再繼續看 包含像是說 今天 我也先把雙紅先獲利出場 從7月份就一直告訴大家 來雙紅 雙紅今天先獲利出場 大賺了30% 足足33% 先獲利出場 不是說不看好 我覺得說整個第四季 我覺得雙紅還會有高點 甚至 有機會 見到800塊 不確定 因為說800以上 我的把握度沒有到很高 但是我當時有跟大家講了 至少過700 至少見到7字 沒有錯 所以我今天先把雙紅 先獲利入袋 不是不看好 而是我有更好的標的 結果就是說 股票市場就是這樣 很多人說 我一定要賣在最高點 賣在最低點 其實我這樣說 假設真的有這樣的想法 台積電 你那個近三年都不用賣了 300 到400 到500 到600 到700 到1000 沒有錯 那這就失去操作的意義 所以我覺得 既然說開始橫盤整理 我就先獲利一趟 大賺33% 不到兩個月33% 這個報酬率贏過多少的投資商品了 還有包含像是 騎鴻 也是 今天我也先獲利出場 看一下 2024 10月12星期二 10.59分 1秒 一樣是 我可以會員訓 喜山利線 騎鴻 獲利出境所有持股 獲利達20%以上 那當時我就跟大家講 雙紅比起奇紅 他的EPS 預估EPS 大概高了2塊錢左右 所以股價會稍微比較高 這非常的合理 所以今天的奇紅 我也持續看好 但是我就先獲利出場一趟 那在整個GP200產業裡面 今天你看 整個類股真的就像我講的 台積電休息 輪到中小型股 但是中小型股 他延續性又不強 可能說今天漲A 下一次的輪回 他就漲B 再下一次就變漲C 所以你看今天 以GP200裡面 又變成漲穿壺了 是不是 所以我就跟大家說 這些都看好啦 而且 這些都看好 只是說你要去抓到 這個類股輪動的節奏 那以穿壺來講 穿壺就是說到年底前 上開1400沒有什麼問題 目前的位階還很低 跟8996的高利 也是一樣 小幅度的橫盤整理 如果說以GP200來講 高利目前的位階也是相當低 這個都可以持續下去做留意 沒有太大問題 那順帶一提 因為我就跟大家說 其實說台積電 的先進封裝 裡面有兩塊 FOPLP跟 傳統COWAS 那FOPLP裡面 星科東傑有微科 通通都是大賺 那在COAS裡面 其實就星雲萬物紅樹 跟G2C 那G2C裡面 君華至聖跟君豪 這一塊是 長線來看我是最看好的 但是 今天我先把至聖出掉了 因為我覺得說 因為我之前有跟大家提過 G2C 它是至聖 君華 君豪 互相持股 所以如果說 其中兩檔在跌 有一檔就有可能會被拖累 所以我覺得說 至聖是有可能會被 君華 跟君豪 拖累下來 所以就是有風險考量 所以我今天先把15000獲利出清 在這一天 當時有給大家看訊息 10月11號星期五 當時很多人說 老師你這個賣太早了 賣飛了 這個線型怎麼看都是要噴了 來你看 你看這個線型 不錯吧 這個線型怎麼看都是要噴了 為什麼我賣在今天 為什麼我賣在當天 我先獲利一半 因為我就說 因為君豪在跌 君華 君華在跌 他可能會被拖累 所以我先選擇賣一半 先獲利出清 那你再看 來繼續看 稍微創高一下 今天就往下拉了 所以我覺得說 線型長線看好 但是說短線線型不太好 先獲利一半 第二筆沒有賺錢 有賺就有賺 沒有賺 停頌我就告訴大家 第二筆我們沒賺錢 一半的持股 這一天賣是獲利的 今天賣是小賠 是小幅度的停損 這就是股票市場 是不是 覺得說風險比較高 或是說有什麼樣的更好的標的 我們就把資金轉過去 就這麼簡單 所以其實說在整個第四季就掌握整個類股的輪動 不用提前太多 提前市場一步 我們就能輕鬆賺 那如果說你可以運用這三大原則 不要說一步 我們可以領先市場一步一步一步 好幾步這樣領先下去 所以我們再繼續看一下 好所以G2C短線上我們已經出清持股了 自勝均衡均衡 之後再找機會進場 那其實就像我講的 如果說當整個COAS都開始在整理 我們就可以去留意 特化 好特化我目前也還沒進場 但是他在我的觀察名單裡面 永光 三晃 中華化 5234的達新材料 好這個在我的觀察名單裡面 如果說籌碼稍微整理一下 有機會轉強 我就會進場去做切入 這部分給大家參考 那還有說 包含像是說像車用 我就說以車用來講 就等這禮拜的特斯拉財報 特斯拉財報 財報不是重點 我再強調一次 特斯拉的財報不是重點 他會後的電話的這個會議內容 才是重點 看馬斯克可以在畫出什麼樣的夢 所以我覺得像是說 之前特別提過的375的電影投控 都有機會 電影投控6279的胡連 都有機會 跟跌幅非常比較重一點的劍核心 劍核心我比較說 劍核心這一波的下跌 確實超過了預期 比我的預期跌幅還要重 那如果說 特斯拉 發佈他的 彩報彩測 真的不錯的話 有反彈 我會先出清 好 那什麼時候出清 什麼樣的價位 我會去做停順 這就是我們會員權益 大家就自己去評估風險 評估自己的風險 所以總結來講 還是要跟大家說 整個第四季 其實不難 真的不難 只要永遠領先市場一步 我們就是一路賺到第四季的季底 應該是這麼說 我們就可以 賺到台積電 見到1200 賺到廣達 見到360 賺到鴻海 見到300 在沒有出現這種過熱訊號以前 我們就是盡量去賺 所以如果說不知道怎麼買的話 歡迎直接來電或視訊我們的Lite 小老鼠 WE178 WE178 今天節目就到這邊 謝謝大家 想跟上下一檔表股 記得按讚 訂閱 分享 加上開啟小鈴鐺 還要記得加入我的Lite ID是WE178 WE178 前面記得加小老鼠 摩爾證券投顧 0800-66-8085 本公司與所推介分析之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因獨立判斷 審慎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 VC E18 N 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